大家好 我是边唱脑堵边说电影的怪婆婆 很久之前婆婆出了一期人鱼电影魅惑 之后就一直有宝宝给婆婆发微信说 希望解说一下下水到美人鱼 原来你们都好这口啊 不是婆婆不想出 毕竟在我大天朝解说竞篇最容易被和谐 就算没有被和谐 你们看到的也全是马赛克 好了今天婆婆还是跃跃欲试 貌似来带你们看一下下水到美人鱼 影片一开始就直接切入主题 在一个下水到里 各种垃圾污水 各种虫子在那里爬呀爬 看得婆婆都头皮发麻了 哦对了 还有一个不知道是玩具还是真人的死孩子 然后画面一切 一个画家在画那个死孩子 画家自从老婆死后就有些精神恍惚 每天画画身上抹得脏兮兮 一副邋遢的样子 邻居总在背后议论 某天有独特癖好的画家来到了下水到 这里在他小的时候还是一片清澈见底的溪流 阳光明媚风和日丽 掩然一副美景 但如今却变成了这副熊样 画家发现了自己曾经养的宠物 这是一只老鼠 哎呀不管了 反正画家抱着死去的宠物一阵亲密 然后拿起纸笔就开始为自己的宠物画最后的遗像 结果画到一半 画家听到下水到身处有动静 好奇的画家便打着手电筒去查看 嗯 结果下水到里竟然坐着一个美人鱼 而这条美人鱼就是画家小时候见过的那条 画家瞬间就来了兴趣 提提笔就想把美人鱼画下来 结果美人鱼腹部突感不适 于是画家打算把美人鱼带回家亲自照顾 并且还买了一个大鱼缸 回家后画家决定去买药把美人鱼的病治好 但美人鱼可能知道自己要去见阎王了 于是便要求画家不要买药了 你先把我死前的美貌给画下来 此时美人鱼腹部长出了笼包 并伴随着他的一阵惨叫开始往外喷血 画家此时就吓尿了 不停的更换毛巾来给美人鱼试擦 情况稍稍好转后 美人鱼说 我想吃鱼 然后画家就去买鱼了 结果在扔垃圾的时候 被邻居看到了钓出来的鱼头 这么大的鱼头 美人鱼也太能吃了吧 过了没多久 美人鱼的笼包已经从腹部蔓延到胸部 美人鱼说 我好疼啊 快用你削铅笔的刀给我把这些笼包割了去 于是画家一咬牙一跺脚就下手了 伴随着美人鱼的一阵交喘 还有一副拉不出来的表情 笼包里开始流出七种颜色的不明液体 此处画面太血腥 怕被和谐 宝宝们就看一下男主的表情自行脑补吧 集齐了七种颜色 眼看马上就要召唤神龙了 画家竟然拿着这些不明液体当成颜料继续画画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表示惊呆了 又过了很久 美人鱼的笼包已经变成了七彩的 并从笼包里钻出无数根和下水道里一样的虫子 嘿 这演员得有多么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啊 男主用手把这些虫子一条条清理了出来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缓解美人鱼的痛苦 最后美人鱼的头上也长出了七彩的笼包 并开始从嘴里吐出鲜血和虫子 哎呦 这里也不能放给你们看 容易被和谐 总之疼痛难忍的美人鱼死了 画家质解了美人鱼的尸体 并从美人鱼的肚子里发现了一个婴儿 后来邻居在家议论 说隔地最近总有一股子鱼腥味 但没想到刚说完 一滴血就从楼上滴了下来 邻居跑到画家家里 推开门的一刹那 两个人就惊呆了 影片最后邻居报了警 后来验尸报告说男主患有精神分裂症 把自己得了肿瘤 怀孕八个月的妻子杀死并分尸了 在鱼缸里遗留的鱼鳞片 却查不出属于哪种鱼类 故事结束 虽然这部影片画面血腥恶心 被划分为镜片 但却不是一部恐怖片 扑扑到觉着更像是一部环保警示片 象征着美丽的美人鱼 却在这部影片中 以一个丑陋恶心的面貌使人 日本是个垃圾分类做得很好的国家 但下水道里藏着这么多垃圾 其实是导演用一个极度夸张的故事告诉我们 人类如果不注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终究会破坏一切美好的事物 最终会毁了人类自己 最后宝们千万不要再看此片时吃东西 月片无数的婆婆啃着鸡腿看完的 感觉以后再也无法直视鸡腿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吧 做这期视频又把下水道没人鱼看了一遍 婆婆要去吐一吐 本期电影解说 感谢微信用户名为张启琳 洛川香 小颠逼三位宝宝的投稿 宝宝们下一期想看什么电影 快来婆婆的微信号里给婆婆留言吧 下期节目再见咯